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后面跟你搬离了 现在在跳 晚上还指望你夹菜呢 此时此刻 大厂正在肆无忌惮的偷吃隔壁车上的甘蔗 这个拉甘蔗的司机算是倒了八辈子没了啊 这也就等个红铝灯的时间 那甘蔗直接少了一吨啊 儿子 来 看爸爸钓鱼啊 哎呦 上鱼了 哈哈 你往哪儿跑 儿子 你自己在这趴会儿啊 舍不着孩子 钓不着鱼 跳水在起跳的时候找感觉 就像我这样 我 妈妈 妈呀 救命啊 不爱来人啊 不爱 救命啊 知道什么叫两口子吗 这叫两口子 还有这个 这个也叫两口子 而这个就是伏鸡巷 还有这个 这个也叫伏鸡巷 这是小区楼下卖炒饭的大哥 我是亲眼目睹啊 一星期换了六个股 哎呀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说真的啊 大哥 打铁的都没有你这么大动作 炎热的街头 我为什么拒绝了出租车 而唯独选择了它 是因为宽敞吗 是因为便宜吗 是因为便宜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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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凉快啊 哟 知道回来了 你别怪我老猪说话不好听啊 中午饭我们到现在还没吃呢 你看看 太阳都落山了 就你这样还养猪 养个屁 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要向着目标去努力的追求 天上虽然永远不会掉馅饼 但是 车上可就说不准了 一看的就不是只普通的鸡啊 这是只不甘平凡 不畏强权的鸡啊 来吧 万众瞩目 勇敢的迈出这一步 哈哈哈 就等你了 来吧 跟我回家 带你吃火锅 火锅离了你 开不了 这几个菜了 三个了是吧 走 看看有没有掉水果的 哎呀 这么大一车波罗蜜啊 还码得这么高 啥也别说了啊 这一车波罗蜜肯定有我的份 嗯嘿嘿嘿 骑活了 装不下了 能有辆大点的车就好了 这辆车已经把三车车的马力 发挥到了极致 只要胆子大 三轮也能拉半挂 就没有他从来一不敢拉的 大伙看下这拉的是走什么转啊 这该不会是那陆地巡洋舰吧 把一只黄色的小鸭子 放到黑色的鸭群中 会发生什么 大伙看 他们都躲着黄色的小鸭子 不是 这算什么 种族歧视吗 就因为凶了这个黄狗一句 还有王法吗 真是群有此理啊 二姑干啥去啊 我啊 我没事 我进城买点狗粮 家里快没狗粮了 啥放心不放心的 都是我自己去 自己骑车 方便 我把桌子上那块肉弄下来咱俩分了啊 不是 你行不行啊你啊 桌子没上去就算了 再把自己挂凳子上面了 这是碗正宗的牛肉拉面 据知情人士透露 开店三年 牛只受了点皮外伤 别动那个那个很辣的啊 没事 我四川过来的 能吃辣 这玩意儿啊 我以前能拿碗吃 哎呀 妈呀 辣死我了 哈哈哈哈 在座的有没有懂行的啊 我问一下子啊 车钥匙拉车里面了 必须这样开锁吧 我车上这位师傅的手头非常麻烈 不过这也太粗暴了吧 开锁花五十 修车一千二啊 钥匙拉家里面了 开锁师傅说 可以不破坏门锁 就能把门打开 一通操作下来 都给我看懵了 我很好奇师傅上份工作是干嘛的 拆迁队的呀 这个我就忍不了了啊 我让你把锁给我打开 你锯锁就行了 你干嘛锯我轮胎啊 照你这个思路 手镯摘不下来了 是不是得把胳膊锯了 跟网上学着蒸蛋糕 这一刀下去 这怎么跟人家做的不一样 硬了跟石头一样 行嘞 让这个磨盘滚吧 一天了没吃饭 肚子饿的咕咕叫 响起车上还有月饼 我这一口下去 差点没把我门牙崩掉啊 第一次到女朋友家做客 寄下来给他们做个饭露一手 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那个我问一下他 从上面能看到底下的火 这个正常吗 是不是锅漏了 杏处中的争了人生中的第一锅包子 但谁能料想到是这种结局啊 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一锅十几个 全是这个得意 这是我家隔壁店老板自己修的厕所 咋一看我以为盘了个灶台的 这保守估计得有一米多 很显然这厕所不是给一般人上的 一般人也上不去 老板说这是今年新出的品种 爆纹芒果 软糯香甜 非得让我尝一个 不是我问一下子啊 真有这个品种吗 他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这鲁鱼我吃过不少 这杨勇鲁鱼是个什么鬼 欺负我没见我世面是不是 把我当傻子是不是 你这鱼都飘起来了 我真的很佩服大爷的脑洞啊 这种螺旋桨 我好像只在飞机上见过 你这么一改造 还真的有模有样的 这不是这些车跑的太慢了 这是嫌他飞的太低了 这是嫌他飞的太低了